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习近平欢迎齐塞克迪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习近平指出,去年5月,我们共同将中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当时达成的诸多共识已经落到实处。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突飞猛进,造福双方,具有战略意义,成为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样板。 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刚果金也正进入国家发展振兴新阶段。 两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要做志同道合的挚友,互利共赢的义友,共谋和平的好友。 中方支持刚方维护国家主权,实现自主发展。 愿同刚方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谋求共同发展。 深化农业、矿产品加工、职业培训等领域合作,继续帮助刚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习近平强调,中非双方将在这次峰会上确定中非关系新定位,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共同破坏中非关系发展新蓝图。 中方愿同刚方把握历史机遇,强化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进中非合作,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大变局中谋和平,求发展。 齐塞克迪表示,刚中双方情如兄弟,友谊牢固真挚。 双边合作基于平等尊重和高度互信,实现了互利共赢。 刚方钦佩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力,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经验, 将中国作为最优先合作伙伴,不断深化友谊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感谢中方支持刚果金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实现发展梦想提供了重要机遇, 相信这次峰会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为非洲国家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峰会期间,中纲双方将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 人力资源开发、海关能力建设、新闻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方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